渡仙门内丹顶峰 此时 除却外出搞暗黑组织的望秦上人 门内金仙都已到了丹顶峰上空 其时也就空虚无忧掌门与麒麟长老两位 稍后负责护送万灵云长老去山门外渡劫 门内已有几位太上长老 带着数十位天仙境的峰主 长老赶去千里之外的金仙渡劫场忙碌 他们负责布置一些防护阵法 清查渡劫之地是否有外敌潜藏 此时 这些渡仙门高手的面色大多有些凝重 他们已经提前得到消息 万灵云长老此次渡金仙劫多少有些勉强 话而言之 这很有可能就是万灵云长老的死劫 但能为长生道果拼一把 已是绝大多数人族练弃士 渴望而不可求之事 能走到这一步 任谁都不想退缩 单顶峰的峰主 长老带着数百来自各峰的门人弟子 在万灵云长老的巫舍前静里 他们大多面露恭敬 但此地氛围有些压抑 峰外还有道道流光飞来 渡仙门已经是许久没这般热闹了 一朵白云自小穷风飞来 高度不高不低 位置不前不后 并未引起多少同门注意 云上站着的青年道者 与妙灵仙子自是李长寿与灵娥 他们到了丹顶峰后 静直落向了万灵云长老的巫舍前 站在众门人弟子身后 然而 李长寿立足未稳 就听安静了许久的巫舍中传出一声 长寿来了 李长寿连忙向前两步 对着巫门做了个道医 道 弟子来恭贺长老 今日摘得长生果 知呀 木门被人从内拉开 一缕阳光洒落 面容轻受多褶皱的老褶 缓步而出 他扯出一缕冷笑 门前数百人影 大多低头 不敢直视 长寿 随我来 我们去后山走走 万灵云长老招招手 随后便拄着自己的铜皮拐杖 朝侧旁而去 是 李长寿答应一声 传声叮嘱灵娥 就在此地等候 淡定地绕开众同门 从后面追了上去 众门人弟子 顿时投来羡慕的目光 任谁都知晓 万长老在渡经仙节之前 选择将李长寿单独带去后山 这是要传一波之意 渡县门好歹也是人叫道成 门风除雀偏向于稿 可 门内虽然大兴盗旅之风 但炼气是奉行清静无为 修道也修德行 故此时大多数人只是羡慕 并未有人不满 或是如何 都道 这是小穷风李长寿的机缘 然而 万长老这次 稳了呀 空中 空虚掌门既无忧 对侧旁的麒麟长老 传声到了剧 麒麟长老虽有些疑惑不解 但也并未多问 少请 铺满阳光的林间小路上 两道身影缓步走着 些许说笑声传遍各处 万灵云老爷子又露出了那 能令婴孩只提的温和笑意 温声说着一些恋丹的心得 李长寿则认真听着 门多起见 他拿着流影球 将万长老的话语都记了下来 此时 浓郁的天道之力 在空中回旋 万长老身舟时不时 涌出一些霞光 洒落星星点点的碎灰 一缕缕宛若万年老药的祥和气息 自万长老体内缓缓散出 所过之处 浅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 所经之地 灵气都添了几分要性 这些异象都预示了万灵云老爷子 即将修成的长生道果 长老这次有几成把握 李长寿含笑问着 随手布置了隔音结界 万灵云长老摇摇头 叹道三成最多已是颇为不错 李长寿不由皱了下眉 万灵云长老目中满是感慨 在袖中拿出了一只手镯 慢慢递了过去 缓声道 我知长寿你已非寻常仙人 具体如何却也不太明了 但渡仙门内 只有你 我看得顺眼 此物且存放在你这 若我渡不过此劫 便归你所有吧 李长寿犹豫了下 双手将这铜环手镯捧过 不必用鲜石查探 就知里面是万灵云长老 这一生的积累 万灵云长老轻轻输了口气 仰头看向了开始阴沉的天空 出入门时 总是听到那声长生可期 转眼数万载一会儿过 方知长生二字须背负多少 又须忍受多少 能至今日 心无回忆 长寿你 长老 李长寿低声道 弟子冒昧打断您 咱们时间紧 任务重 弟子有一些应对金仙节的宝物 今日献给长老 正要回忆人生的万灵云长老 不由一愣 扭头时 李长寿已是送来一瓶丹药 不知何时 周遭已蒙上了一层层先例结界 李长寿道 长老 这是九转金丹 总共两颗 弟子还有存货 长老不必推辞 九 万灵云长老眉头紧皱 李长寿已是将丹药塞到了他手中 万长老低头查看 一双老手顿时有些轻颤 而李长寿又拿了一支玉盒出来 放到万灵云长老手中 低声道 长老 此物非丹药 但根据我仔细琢磨 服用此物后 能在数个时辰内保持先例充盈 且能补充道机缺损之处 刚好 您的道与丹道有关 您此时先用了 稍后可顶各类丹药 也算多点准备 言说中 李长寿已是将玉盒打开 其内那只如白玉雕刻而成的小盆有新鲜果 让万灵云长老着实一愣 先天灵果 人参果 这 这使不得 长老您莫要耽误时辰 李长寿叹道 家世遇难后 弟子不想再见任何长辈出事 您的金仙节不应是先路终点 您先吃了 要谢弟子待金仙节后再现 天道可不等人 万灵云长老也非婆妈之人 虽此时 目中惊疑不定 但犹豫再三 还是一口 将那人生果吞下 李长寿在袖中拿出几只宝囊 一只宝囊 装有十多瓶灵丹 一只宝囊 装有守护元神的几样特殊法器 李长寿快速讲述了丹药与法器的用途 万灵云长老皱眉言说 已都记下 但这些 也不过是外部层面的鼓励 李长寿心底略微思索 又开始了精神层面的引动 多给长老一点盼头 说不定能发挥奇笑 长老 李长寿道 您可知晓 结教有位独仙大能 道号吕约 万灵云长老立刻点头 这位可是独单大能 看 李长寿将两枚玉符捧过 吕约师兄锁住独经 先放在长老您这 等您度完精仙节 咱们一同琢磨 万灵云长老精神一震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一把抓过李长寿手腕 喊道 长寿你认识吕约前辈 李长寿笑道 一起进过天涯阁 一起杀过千百敌 自识认识 长老您先别问了 等度过精仙节 弟子就带您去 与吕约师兄相见 此事万情保密 渡仙门是弟子宝山之地 善 善 万灵云长老连连点头 目中感慨不已 就是看李长寿时 疑惑更甚 长寿你如今 李长寿露出几分笑意 一双手向前递 轻轻触碰到 万灵云长老的手背 显露了自己 倒数第二层 伪装的修为境界 动 万灵云长老 拄着拐杖 下意识后退半步 目光从复杂 渐渐归于安宁 就如做梦一般 唉 是凭到此前 有眼不识态 长老您误会了 李长寿正色道 弟子并非大能转世 也非故意潜伏杜仙门 弟子就是小穷风李长寿 跟随师父祈元修行 之后只是因缘际遇 把握住了几次机会 从而一步步向前 有了今日之修为 在人教 天庭中 能说上几句话 长老不必在意这些 当年若非长老对我的指点 传授我读经 赐予我读丹 我绝不会有今日之局面 今日所赠长老之物 据是弟子全权之心 以报长老荡日之恩德 万灵云长老冷冷地笑着 感慨道 世上其事 长寿占半数矣 你既如此说 我便如此幸 长生今仙节在即 若能度过今日之节 你我再好好聊 李长寿忙到 长老切莫令色丹药 九转金丹 各类灵丹 我给灵鹅都留了足够的辈分 善 万灵云长老看向了天空 时辰差不多了 天地间响起闷雷之声 滚滚黑云 自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同仗轻轻点地 一朵白云 拖起万灵云长老 这位老爷子 此时颇为洒脱 笑容难得没那么吓人 平道去也 李长寿及时收回周遭 十四层仙力结界 对着万灵云长老 深深做了的道一 高呼 长老仙韵昌龙 立地惊仙 不远处的乌射前 数百度仙门门人弟子 骑骑行礼 单顶风外围 渡仙门各处 重重人影 对着万灵云长老的背影 做道一 仙韵昌龙 长生惊仙等话语 此起彼伏 空中 掌门纪无忧单手托天 滬山大阵 顷刻消散 随后 纪无忧 麒麟长老 与万灵云长老 化作三道流光 朝着千里之外的 度节场而去 滬山大阵再次开启 光幕从四面八方 同时升起 在空中如水流交汇般 迅速闭合 恢复成了那般 丝薄润滑的情形 李长寿轻轻输了口气 有两枚酒赚金丹 又有人生果相助 且万长老的金仙节声势 似乎也不怎么样 度过金仙节的概率 应该能稳到九成八 挺好的 带万灵云长老修成金仙 若是有意去结交吕月 自己就穿针引线 两位独仙 虽然暂时得不到加倍的快乐 但再用独这一块 应该是能独步三戒了 李长寿瞧了眼 灵鹅所在之处 发现灵鹅正跟几名 同门同妻的仙子 有说有笑 便对灵鹅传圣一二 独自回反了小穷风 在门内大部分仙人眼中 他得了万长老的一波 而师父齐元老到遇难不久 他跟灵鹅修道日短 又有今日之事 估摸着 不少风主 长老可能会想收 他们师兄妹为徒 这个 为他们好 还是算了吧 太清老师虽然是圣人老爷 胸襟比天穷还要广阔 但在这种事上 应该还是有一丢丢介意的 回了小穷风 李长寿坐在单房前的摇椅上 静静等万灵云长老 渡劫的结果 应该是无恙的 天道老爷跟自己都这么熟了 还欠了自己两笔大功德 而万灵云长老 在风神大劫中 并没有什么戏份 嗯 且慢 这熟悉的感觉 这迅速降低的气压 倒心着熟悉的轻缠 李长寿浑身僵住 嘴角不受控制地抽搐着 慢慢抬起眼皮 看向了屋檐之外的低空 一朵灰云静静地飘在那 这次 没有宁成什么老爷爷的面容 也没有什么道御宁字 但李长寿在冥冥之中 仿佛听到了一声苍老 慵懒 淡定的招呼 这次先劈头 还是先劈定 不是 李长寿翻身跳了起来 迅速冲到外围大阵 抬头瞪着头顶挥云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万灵云长老 是他敬重的长辈 他不过是送出了一颗人参果 两颗九转金丹 几只宝囊 一点点应对大姐的准备 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吗 这有什么违反天道规则的地方吗 他凭本事搜集来的人参果和九转金丹 不争不抢 没有犯业障 凭神 咔嚓 一道胳膊粗细的紫色神雷 瞬息砸落 把李长寿劈了个亮枪 则 老神雷了 伤没多少伤 疼是真的疼 腰瘦了 欠债的 追打债主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咔嚓擦 数道胳膊粗细的紫色神雷 同时砸落 李长寿哆嗦了下 心底高呼感谢天道老爷百忙之中来劈 身形轻轻摇晃 避开神雷同时爆发 一次瘦了下来 临终 李长寿劈头散发 面容低着一分悲愤 三分无奈 嘴唇一阵轻颤 在他心底 那几个根本没想着 出手帮他挡雷的人叫重宝 一个个像是 被点了校学的老大爷 太极图估计都能笑出褶子 简直过分 低空灰云抖动了几下 又是一道神雷劈下 李长寿东奔西走 均匀神雷之力 避免给自己的大阵 造成太大毁坏 这叫什么事 简单帮万灵云长老杜杰 都已经这个程度了 那等灵鹅杜杰的时候 自己是不是也要做好准备 在旁再度一次 不 不止 来自师祖的慈爱关怀 可比金仙杰带劲多了 人叫粗 粮 有力身体健康 嗯 那边在打雷吗 灵兽圈中 一座小山缓缓站了起来 点脚朝着单方方向张望着 随后 小山上长着的脑袋 眨了眨眼 看了眼面前 即将入味的烤全灵牛 继续吃吧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熊灵力嘀咕一句 擦擦嘴角的那因为 亲手养大的灵兽 被天降落石不小心 砸死而流出的热泪 继续等待着 哎 小穷风清冷后 总算能吃口饱饭了 之前张嘴吃饭的人太多 熊灵力的胃口不太好施展 现在倒是安逸多了 正此时 天亭西天门处 道道霞光照透 半边天穷 守门的天兵天将 纳闷地望向天边 那里 一座三丈高坐姿神像 缓缓飞来 似有若无的威压在天地间 弥漫开来 让不少天兵心底泛起 顶礼膜拜的念头 也让几名修为稍高的天将 面色惨白 一名天将心底泛起少许鸣雾 转身大喝 快 击鼓传令 让开天门 有盛来 有盛来